在年终之际,吉安乡泰昌社区的热林福气站特别办理了尾牙以及结业的活动 安排老大人们制作咸猪肉并且有尾牙庆祝活动的内容 泰昌村长邱耀辉、吉安乡长游淑珍、先议员黄欣等人都到场来参加 并且祝福长辈们牛年行大运 泰昌社区法院协会热林福气站在年度学习结束之后 并且办了110年度花连县吉安乡泰昌社区农历岁末寒冬送爱心活动 泰昌村长也是泰昌社区法院协会理事长的邱耀辉表示 这是热林长者们学习的最后一天 今年度即将结束了特别安排制作咸猪肉和委员活动 今天是一个社区发展协会热林福气站老人家的一个寒冬岁末 我们办了一个这个尾牙 另外早上在办尾牙之前有办一个制作咸猪肉的一个活动 目的就是要给我们社区的老人有一个应景的东西 这个过年到了制作一点咸猪肉啊 那如果这个有一点应景的味道 另外呢在这个学区的中了之前有一个这个尾牙 就是说让这个老人家呢能够在这个一学年之内 那有一个很欢欣的一个活动 让他们倍感亲切温暖 现在黄信也向长者们致意来表达大家的谢意 既然想到有数字也曾来向长者们祝福 同时也资政经由金牌来资政给在场长者们以及贵宾们 祝福大家牛年行大运 我要带来一个因为我们就是太坦坦安川 我们自己做得带的对吧 所以今天我第一天出来发吉安乡的各自花的限量金币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呢 Happy New Year 牛年行大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和家圆满 感谢大家 前来参加的贵宾们还有张真智服务处主任林昭迪 简安乡名代表恒登科 刘静文林中达共同来为长者们来拜年 同时也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万事如意 记得中文 简安乡不倒 简安乡不倒